都希望在座各位 我們一起老的時候 變一個有錢的阿公 有錢的阿嬤 我的小孩回來吃飯 我跟你講 大人給一萬 小黑給兩萬 我跟你講 他周周回來 我就周周送啊 今天的主角 是我們的理財生活女王 運芬呢 她把這個逆境變成順境 腳斷了兩次 都可以站起來了 還有什麼不能站起來的事嗎 你覺得她會不會退休今後 好多人回答 我看到她FB 她兒子的小學同學 寄了一封信給她 結果那裡面我仔細看 這個小兒子 最喜歡的是媽媽的書 理財生活女王 我們一起用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運芬姐 我知道大家在今天疫情當前的時候 還願意來 真的就是冒著生命的危險 無以回報 下半輩子 我就以聲相許了 可不可以有人告訴我 有人看過書了嗎 比例還蠻高的 有看過書的可以舉手一下 讓我知道嗎 唉唷還蠻多的 我想人生其實大家都知道是甜酸苦辣 有人是照著吃的 但有人是混在一起吃的 那如果看過我的書大概就知道 我是混在一起吃的 你說好不好吃 我可以告訴你 難吃死了 但你又不得不吃 這才是人生很多的無難 那有人告訴我 明明是理財書 怎麼看著看著就流淚了 然後另外我一個朋友 他說 你早期的書都絕版了 我主要是買你露胸這一本 所以我想富樂中年學 他其實不是只有財務上的考量 還有生活上的考量 我常講你有很多錢 可是你的生活方式錯誤了 也很容易讓你這些錢都化為忽悠的 有人說我的人生很精彩 我就很簡單的劃分一下 其實我三分之一還在工作 所以工作量還是要維持我的開銷 這很重要 因為現金流很重要 三分之一我要做我自己喜歡的事情 那另外就是 三分之一去做一些公益的奉獻 把人捐出去 把錢捐出去 而且我這個人也超級會募款的 我的功力在於 沒有讓大家流一滴眼淚 但是把他們炸出來 一個晚上就炸了八百多萬出來了 有一些沒有在寫在裡面的 那我在這邊也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覺得人生走過終眠 走過死亡的幽谷 那人生除了生死之外 都是擦傷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不管大意之年 或者是在人生更多磨難的時候 你就告訴自己 那只是擦傷 過去所存的一切的美好 就是讓你持續走下去的一個動力 我想如果你們看過書 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一上來馬上要先獻花給媽媽 掌聲鼓勵一下 我想要先問薇薇 你會覺得什麼樣的人 你會定義他是年輕人 什麼樣的人你會覺得他是中年人 什麼樣的人你會覺得他是老人 其實在我認知裡面啊 其實只有老人跟年輕人 所以他的認知裡面沒有中年人喔 他的代表大概是20代 你媽才寫中年學 我媽就是老人 我媽那邊認識的朋友都是老人 阿家就是年輕一點的老人 但是你會覺得什麼樣的安全的距離 是讓你覺得最舒服的 譬如說你買房子置產結婚後 我覺得十分鐘的距離 十分鐘的距離嗎 走過十分鐘 應該是開車啦 開車嗎 所以有沒有講話要精準 開車十分鐘的距離 開車時光其實蠻快的 可是我覺得同社區我可以接受 同社區 不要通個大門 不過說實在 他有一句話是很有良心 其實我有寫在書上 因為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失智 他才60歲失智了 那因為失智造成家裡 照顧很大的一個困擾 然後後來我就忍不住跟他講說 兒子如果有一天 我失智了 然後很盧 也很難照顧 那我不要拖累你的生活 那你把我送到機構去 我可以接受 反正我已經忘了你 可是這時候我這個 沒良心的兒子講了一句話 其實真的真的讓我很累崩 真的累崩了 他說 你白癡喔 你忘了我 我還記得你啊 那這時候其實我覺得很感動啦 我覺得是很感動 很可愛的孩子 我覺得其實就像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麼 睽違六七年的這本書喔 找個理由來退休 夏孕芬富樂中年學 剛剛說有理性有感性 有教你投資理財 有教你怎麼過人生 有教你怎麼樣去面對 生命中的大喜跟大悲 可是最重要的是 只要裡面有一句話 有一個moment 有一個章節 能夠改變自己 或者是說感動到自己 我覺得其實 這就是韻芬姐出這本書 要帶給大家最正面的意義 好 好 好